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一晃 12年过去了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鄂尔没有跟上步伐 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农场倒闭了 她开着自己仅剩的一辆破车来到女儿家 打算参加外孙女下周的婚礼 可是全家人中只有外孙女欢迎她 其他人把她视为仇人 前妻看到落魄的鄂尔便与她吵了起来 原因是没有钱支付婚礼酒水前 他们的争吵被一位参加婚礼的小伙子看到严厉 小伙子叫代夫 她看出了鄂尔的窘迫 并且得知她开车几十年 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代夫掏出名片 并告诉她高薪成聘老司机 经济危机的鄂尔此时正需要一份工作 立刻前往名片上的车库 雇主给她一部手机和一个地址 并告诉她 只要把车停到指定位置留下钥匙 离开一小时再回来就可以得到报酬 最后还吩咐她 如果不想惹货上身 就不要去看那些货 鄂尔第一次开始上路了 她把这次工作当成了一次旅行 在公路上吹着凉风听着老歌 第一单做成后 看到酬金的数额这么大 鄂尔用这笔钱包办了外孙女的酒席 还想与前妻和好 但是前妻拒绝了 之后 鄂尔打算用剩余的酬金 将农场继续开业 但是农场却因为没有交税 将要被拍卖 她一气之下直接卖掉了破车 换了一辆新车来到雇主这里 又送了一次货 这一趟回来她赎回了自己的农场 之后 鄂尔想去退伍老兵俱乐部快活 不巧的是 那里几天前发生过火灾 并且保险公司赖账不赔 只好关门 为了再次吃到老兵的烧饼 就这样 鄂尔再次来到雇主这里 这次似乎比以前的货都重很多 雇主提醒她要小心谨慎 鄂尔十分好奇 到底是什么货能值得那么多的报酬 于是她把车停在半路上 打开了袋子 里面竟然是可卡因 她现在干的行业 内行人都叫他们骡子 她连忙拉上拉链 突然一个警察出现在她身后 例行公事搬问她 后备箱装了什么 鄂尔故作淡定地 拿起后备箱的核套 说是带给女儿的营养品 这时候 鄂尔发现警车里还有一条警犬 她连忙返回车中 偷偷地在手中涂了一些药膏 假装抚摸警犬 就这样 警犬的嗅觉被干扰 鄂尔成功地逃过一劫 拿到报酬后 鄂尔捐款重新装修了老兵俱乐部 还希望重新装修娱乐中心的救溜兵场 就这样 越来越多的运户量 让鄂尔在罗子界的名声越来越大 还引起幕后老板的注意 老板吩咐戴尔准备一车祸 并监督鄂尔去送 戴夫偷偷地在鄂尔车上放了监听器 自己开车紧随其后 不料鄂尔却不按计划好的路线走 看见有人爆胎就停车去帮忙 看到有汉堡店 他又悠哉地享受美食 一晚休息 也是在路边随便找一个旅馆 大摇大摆地 叫两个小姑娘潇洒一晚上 大夫被他吓得心惊胆战 这时 大夫突然遇到了一个与自己有过节的警察 警察对他很是警惕 鄂尔解释说 请了大夫搬家 说完打开后备箱 用两罐食品来贿赂警察 就这样 鄂尔再一次从警察眼皮下溜走 大夫对鄂尔这种 见走偏锋的行为很是不满 但是老板却很欣赏鄂尔 直夸他不按常理出牌 更有利于隐蔽行踪 果然 警方从贩毒团伙安排的卧底口中得知 一辆黑色皮卡在近段时间 频繁运送大量毒品 但是由于鄂尔的路线不定 搞不清楚他会出现在哪里 所以只好命令各区域警察 沿路搜寻可疑人员 却始终找不到鄂尔 而鄂尔的名声已经响彻贩毒界 大老板特地办酒会招待鄂尔 不久贩毒集团内乱 老板被杀 凶手成为了新的老板 这名新老板强调要有组织的行动 于是鄂尔成了重点的整治对象 他们把鄂尔拉到野外 用前老板的尸体进行教育说明 还威胁他 必须按时按点 装送货物 擅自行动和改变路线 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是这样做的话 可是为警方提供了方便 警察通过卧底口中得知 鄂尔晚上会住进一家旅馆 警察便来到旅馆外暗中观察 不料盯上了一个壮汉 上门抓捕后 直搜索出几克毒品 而这一切抓捕行动 刚好被按出的赫尔 看得清清楚楚 晚上 鄂尔在楼下遇到了警察 他听到警察错过 与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便劝说他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家人永远才是第一位的 简单交谈一番后 鄂尔大摇大摆地 离开了探源的视线 继续开车运毒 半路上他接到了外孙女的电话 得知前妻病重 希望他可以回家陪伴老婆 走完最后的时光 鄂尔现在进退两难 如果去陪前妻 自己就会死 但是又不忍心让家人失望 最终鄂尔还是回了家 前妻看到他十分惊讶 十多年来 第一次进家门的鄂尔 向前妻表示了自己的后悔之心 女儿听到父亲的悔过 也原谅了他 并说是父亲大气晚成 于是他决定放下工作 好好陪妻子走完最后一程 之后他不接电话彻底失联 另一边 警察在交货地点守株待兔 却始终没有等到鄂尔的到来 但是他们监听到 贩毒团伙也在寻找鄂尔 一个星期后 鄂尔参加完前妻的葬礼后 他决定继续去送货 走到半路上 就被其他贩毒人员拦住了 而且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其中的一名毒贩得知缘由后 向老板求情 但是老板要求完成这次运输后 便杀掉鄂尔 这时警察通过监听电话 锁定了鄂尔的位置 他们出动所有警力 将鄂尔团团包围 并将其逮捕 警察看到这个曾经和他 谈论人生的老人家 很是惊讶 但是鄂尔却毫不惊慌 并以沧桑的口吻告诉警察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法庭上 律师说他是对国家 有过贡献的二战老兵 因为老年痴呆 被不法分子利用 说到这里 鄂尔突然打断了律师 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入狱前 鄂尔感叹道 我可以用金钱买下一切 唯独时间却买不到 而女儿苦涩地说道 我总算知道 去哪找你了 影片最后 鄂尔在监狱里做起了花酱 还带领其他犯人 把监狱种成了花园 我们也终于看到 老浪子回头的温暖结局 罗子这部电影 也许是 伊斯特伍德老爷子 最后的作品了 88岁高龄的他 依旧在坚持 用镜头语言 表达自己的思想 着实值得钦佩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是阿七朵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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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